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很喜欢一首老歌 再回首恍然如梦 再回首我心依旧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眼见七零后的我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 有的人已经五十多岁了 走到哪里都有人称呼爷爷奶奶 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真的好难 从农村到城市 从武农到打工 从家乡到异乡 从父母守心的宝 到野外飘摇的草 这一切的改变看似漫不经心 其实饱含着我们的泪水和汗水 未来的路到底还要走多远 不管你是否接受 在退休之前还要努力一把 现实告诉你 有钱能使鬼推磨 没钱寸步难行 不管你要在城里养老 还是会夜落归根 去老家过日子 都需要一笔钱 如果有养老金 那就最好不过了 因此我们要多存点钱 以后的生活是很贵的 多数的七零后 都有过农村生活的体验 认真回忆一番 就会发现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 富有的人真的很少 村里的万元户 让人羡慕不已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很多七零后的人都外出打工 老家的一位大姐 就去了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 第一个月拿到了五百块钱 她毫不犹豫寄了三百元给母亲 母亲说 终于有盼头了 家里不会再过紧巴巴的日子了 经过多年的努力 他们一家人都住进了县城里 可是仍旧靠打工来生活 并没有变成富豪 为什么会赚钱难了呢 我个人有几下几条观点 一 生活水平变了 消费水平高了 相比以前 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少 现在都不愁温饱问题 物价上涨了 那么人们的衣食住行成本 就会跟着增加 觉得钱越来越不值钱 钱越来越难赚了 手头有一百块钱 都不敢出门 因为一百块钱根本起不到啥作用 再一个 生活水平好了 超前消费的现象严重 买房买车贷款 信用卡 支付宝 以及其他网贷透支等等 钱已经花出去了 账面上都是负债 可是个人收入就那么多 越缺钱 越觉得赚钱困难 二 人心变了 赚钱的方式变了 社会在发展 时代在进步 人们对赚钱的方式也就不同 以前只要吃苦耐劳 工地搬砖 下地干农活 干装卸等等 吃苦收累的活都能忍受 只要能赚钱 能吃饱饭就好 可是现在的人 已经很难吃那个苦了 甚至有些人是高不成 低不就的心态 现在赚钱 就想着怎么舒服 怎么能更好地享受 既轻松又赚钱 就像新的赚钱方式 通过手机做网络销售 直播带货 但是做这一行 也不容易赚钱 别看那些大网红 确实是赚到钱了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还是太难了 而且随着电商兴起 那些做实体的人 没了客流 生意越来越难做 也就赚不到钱了 三 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以前靠出力换取利益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这也是社会不断发展的 必然趋势 高科技的出现 使得以前需要很多人工 来完成的工作 现在都趋于无人化 既然工作岗外越来越少了 那么普通人赚钱的渠道 就窄了 赚钱就困难了 四 受疫情影响 从19年底开始 到现在疫情反复 有人被隔离在家或者宾馆 没有收入 只出不进 有些人还要还房贷 车贷的 压力越大 钱就越难赚 再一个 好多小企业受疫情影响 维持不住倒闭 人员可找的工作岗位 越来越少 工作难找了 还能赚着钱吗 虽然我们不能一直盯着钱 但是不得不向前看 生活还要继续 谁都不能逃避现实 二 不管收入多少 都要狠狠抠门 如果你在城里买了房子 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体验 一家人过简朴的日子 到了一定的时候 每个人把钱拿出来 放在一起 就可以付首付了 之后 大家一起承担房贷 古人说 铺张浪费 天长日久 谈见底 勤俭节约 日积月累 山顶天 以后的日子何去何从 要准备哪些退路 房子 养老金 存款 健康的身体 和谐的家庭 靠谱的老伴 一样都不能少 事实上 大部分的退路 都和金钱有关系 因此 我们要继续过抠门的日子 要学会存钱的智慧 张军在县里的一家玩具厂上班 月薪两千多 妻子在家超市打工 月薪一千五左右 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不仅买了房子 还准备了退休金 张军算了一笔账 尽量不用电风扇和取暖气 洗菜洗碗的水 用来冲厕所 常常去河边洗衣服 可以省一笔水电费 不去吃吃喝喝 少一些水里的机会 一年里 礼金只有一千多 过年的新衣服 在十月份就准备好 可以得到更低的折扣 当你在抱怨收入很低的时候 和你一样拮据的家庭 已经富了起来 要懂得 苦一阵子不苦 苦一辈子才真苦 在七零后的骨子里 有很多优良的品质 只要坚持了 就一定会有存款 比方说 七零后小时候 常常穿旧衣服 也会穿补丁衣服 培养了节俭的作风 对婚姻不挑剔 留住了身边的爱人 不嫌弃不能退休的父母 体现了孝顺的家风 愿意去工地搬砖 放得下面子 存款是一个人的底气 有效维护一个人的尊严 这是一个成年人的醒悟 有存款 遇到突发情况 你有底气去应付 也有时间让你缓冲 不至于茫然无措 生活是不会和你商量的 若是你没有存款 在你遇到事情的时候 将会体会到什么是艰难 成年人早就该明白 尊严是存款给的 没有钱 你拿什么 维系日常的开支 没有钱 你拿什么 去孝敬父母呢 都里有钱 才能够让你维系 各种人类关系 让你面对生活的时候 不慌不忙 也会有一定的选择权 三 余生很贵 只要手里有钱 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花钱大手大脚 就算是再会挣钱 到最后 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到你真正需要用钱的时候 只能留下悔恨的泪水 在你上去有赚钱能力的时候 就要未雨绸缪 因为你的竞争能力 是越来越退化的 总有一天 你要退居二线 而要保障现有的生活水平 就要从现在开始 就好好赚钱 好好存钱 未来需要多少钱 我的一位同学 算了这样一笔账 如果每个月的生活费 需要一千元 加上零散开支 就达到了两千元 按照活到八十岁的安排 我们还要活三四十年 在考虑经济发展的情况 估计开支 要达到一百万吧 陆瑶在平凡的世界里 写了这样一句话 钱是好东西 它能使人不再心慌 并且叫人产生自信 为了自信地活着 我们就要手里有钱 任何时候 不能听之认之 有一种生活方式 叫量入而出 也就是说 把收入提高一些 把开支减少一些 哪怕一天存一元钱 都会有水涨船高的效果 有一种生活方式 叫知足常乐 也就是说 看清自己的实力 懂得满足 哪怕手里没有很多钱 也会快乐 真正的财务自由 不是金钱无数 而是由你的生活方式决定的 人到中年 半生已过 余生真的很贵了 年老之后 各个方面 都是需要用钱的 若是没有存款 年老了 还要为生活奔赴 可谓是艰辛 那就从现在开始 好好赚钱的同时 多多存钱 让存钱成为一种习惯 不断积蓄资本 年老之后才会更有尊严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当你老了 赚不到钱了 还要处处花钱 子女也很难不给你脸色看 还不如趁早为自己储蓄养老金 给自己留一点体面和底气 很多时候 我们的焦虑来自于兜里没钱 不知道自己的未来 路在何方 而当你有一定的存款 就会缓解焦虑 因为你有一定 抵御风险的能力了 也有一定的选择权了 存钱是一个成年人 该有的自觉 当你每天都在好好赚钱 每天都有结余 你的内心是充实的 也是安定的 整个人 也会更有动力 余生真的很贵 为与筹谋 早点存钱 才能让你的退休生活 过得体面 坚持住 熬过去 希望就在前方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